小A说贷款 带您了解贷款知识 帮您解决贷款难题 大家好 我是小A家族的Bella 大家好 我是Fisher Fisher 我有一个表哥 他已经有了一套自住房了 现在打算再买一套投资用的房子 但是他目前没有工作 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帮他一下吗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有一款 非常适合他的项 就是DICR产品 DICR产品是不需要贷款人提供工作信息的 不管你是打工还是自雇 我们不需要看你的工资单 也不需要看你的税表 只要你的房子是用来投资的 是用来收租金的 就可以走这款产品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什么是DICR DICR全称 就是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简单来说 就是用投资屋的租金 除以投资屋每月的花费得出的比率 投资屋每月的花费 就是我们常说的PITIA P就是本金 IBCT是我们的税计税 然后I是我们的保险 A就是HOA 也就是我们的物业管理费 假如说您投资屋的PITIA 有4000块钱 都共有4000块钱 然后您的租金 每月也能组4000块钱 那么我们用4000除以4000 得出的比率1 就是这个房子的DICR Ratio 假如同样是这个房子 它每月的花费有4000块钱 但它只能输2000块钱 那么它的比率就是2000除以4000 那么0.5 就是这个房子的DICR Ratio 是的 这个比率呢 就会和我们贷款的风险相挂钩 比率越高 贷款的风险就会相对小一些 既然和风险相挂钩的话 对于这个租金的要求 会不会很严格 这个也不完全是 因为虽然市面上来说 还是有很多银行会对这个DICR的比率 有要求不能小于1 不能小于1.1 但是DICR对我们AE来说 已经是一款非常成熟的产品了 我们会从贷款的总体上 去把握这个贷款的风险 而不是单单的看这个比率 所以我们AE首推了 No Result产品 也就是说是 只要是你是用来出租 不管你是租100块 甚至是1块钱都可以 No Result 我们都可以做 只要是你来出租 AE能为小 你值得信赖 对了 我还听说 在做投资物贷款的时候 是不接受赠语金的 是这样吗 倒也不能说错 但是赠语金不能用作投资物 是针对一般意义的传统贷款来说的 我们DICR产品 是完全没有这个限制的 手续会不会很麻烦 手续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DICR这款产品 是我做过最最简单的产品 只要你能满足投款 20% 我们一天审批 7天放款 那都经常有的事 那听起来简直是太nice了 我还有一个表哥 他现在是在开卡车的 然后他现在特别想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是由于他这个职业的原因 税表收入不是特别好看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是被银行给拒绝了 你能帮一下他吗 我是很能理解你表哥这种属性 为了买自己一个心爱的房子东奔西走 准备钱准备资料 结果准备了一两个月 结果被银行给拒绝了 可不是吗 对 所以这个问题但是也是很好解决的 你税表收入不够 那不交税表不就可以了吗 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另一款非常流行的产品 叫back statement program 只要是贷款人提供12个月的公司银行对战单就可以 我们会根据公司的银行对战单来平均每月的收入 然后再乘以利润率就可以得出用来贷款的收入 非常的简单 听你说是不是需要公司的银行对战单 但是我表哥只是一个卡车司机 他并没有成立自己的公司呢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如果说贷款人是有自己的公司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 只要提供公司的进行账户就可以了 但是像你表哥这种情况 他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户 1099的自顾主也是可以的 他只要提供个人的用作经营收入的账户就可以了 我们会做一下分析 分析哪些是他的生活入账 哪些是他的公司经营入账 然后我们会指引公司经营的这部分入账 来用作他的收入 所以说也是完全不要担心的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客户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 机场经纪人 我们有按摩师 我们前段时间还做了几个开锁架 都是这种情况 完全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公司 只要是自顾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要求这个银行对账单里得有很多钱才可以 这个也不是 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考虑到这种情况 像你表哥这种情况 他没有自己的公司单独的账户 那可能他这个公司个人的账户 既是用作公司的进出账 也用作自己的生活花费 那一年下来可能算下来并不会有多少的存款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更多的去专注于公司每月的 经纪人入账 而不会看公司的这个账户的最终的余额是多少 还有点你也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我们要求每月存多少 其实back statement program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我给你简单作业笔账 假如说你表哥的账户里每月能存入1万块钱 平均每月1万块钱 那我们成立它的利润率标准利润率就是50% 那它就有每月5000的收入 已经是非常的可观了 对 还有什么优点 这个产品优点还有很多 我给你列举一下 不管是你是要投资还是资助都可以 不管是你要重贷 你还是要买房 都是可以的 并且这款产品你的投款只需要10%就可以了 并且在投款只有10%的情况下 你还不需要买贷款保险 你想象一下贷款保险 投款10% 贷款保险每个月的花费也得有个二三百块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花费 可不是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这款产品的最大贷款额能到400万 我觉得完全足够你表哥的买房用处 对完全够 FH25还有一个表哥呢 你怎么这么多票啊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让你表哥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